自从拆的GPT问世以来 很多人都在担忧自己会不会被AI抢了饭碗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给人工智能从业者带来的冲击 当然 距离强人工智能的出现还有一段距离 但以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出现 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领域中研究语言理解声长的那部分 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已经被彻底终结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读博时候的研究室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室 当时被我们研究室奉为圣经 每周都要轮读的这本书 实事求是的讲 咱就从纯工程角度考虑 现在还有多少内容是真正有价值的 关于自然语言处理还要不要学 能不能做之类的问题 在知乎上也是一搜一大把 就在上个月 本领域的大佬级人物 Dan Klein在西蒙斯研究所做了主题演讲 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他的看法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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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语言处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黎明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让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问题 起初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一阶逻辑或者类似的统一系统来实现人工智能 但最后发现追求用一致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的结果就是 要么无法深入解决现实问题 要么规则彼此之间开始产生冲突 所以开始将领域不断细分 NLP和细微处理问题的方式当然不一样 但就算是在NLP内部也有分词 语法解析 语意解析 实体识别 指代消解等各式各样的子领域 每个子领域又都有自己关心的问题 独有的表述方式以及各式各样的算法 但NLP的目标或者说广义上AI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终究是追求知识的泛化性与通用性 也就是说我从一个数据员学习到的知识 要能用它来处理别处的某个问题才行 那我们能从自然语言的数据员 也就是语料库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能学到单词的向量表迹和语意上的成绩结构 知道Great Good和Indrival在语意上离得很近 Dog和Ease则是完全不同方向上的东西 然后呢 这些知识的确能用在其他地方 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它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直到像Elmo和Burt这样的中型预训练语言模型的出现 NLP才进入了一个更加横向的阶段 也就是说 无论你下游任务做什么 都可以拿预训练模型当做起点 再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大语言模型的时代 像GPT和T5 人们开始用一个模型执行多项任务 可能在某些任务上不如专项模型 但已经开始显现出了通用性 这个时候 很多搞NLP的人都陷入了恐慌 认为NLP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还能做什么 要不回家种地去吧 而丹认为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并正式点题 大语言模型究竟是NLP的起始还是终结 他给出的答案是 是起始阶段的终结 也就是说 曾经需要拿语言本身做文章 以语言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但还存在三个大方向可以做 一是 垂直任务转向水平技术站的问题 二是 模块化与单体化的问题 三是 安全与真相问题 我们先来看垂直转水平的问题 如刚才所说 以前在这个领域可以垂直分解为很多子领域 现在大语言模型来了 只要你的表达到位 这些任务他全都可以做 但我们来看看这张协议战图 它是先有物理层 才有上面的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直到最顶的应用层 这些层相互依赖 每层都不能孤立的解决问题 所以单在这里预测 我们从今往后将进入到一个新世界 也就是从纵向分割转为横向的分层技术站的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 大语言模型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也要和其他层相互配合才行 至于其他层是什么 现在还很难讲 不过单给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想用ChateGBT写一篇长篇小说 给一个开头 一个年轻女子决心一辈子不嫁人 结果她遇到了心目中的完美男人 于是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 你让GBT根据这个开头续写 写是能写 但结果肯定不理想 大概率会出现前后信息不一致 中途改变风格之类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你需要一个额外的控制层 或者说超结构 来引导和增强大语言模型 限制它的输出 让它始终在一个轨道上运作 比如你可以先写一些设定 角色或大纲 然后分层次写超稿 这样每部分都不会太大 而且过程中人类也可以插手 进行某种交互或协作 这和单纯依靠语言模型相比 在连贯性和相关性上都会更好 另一个例子 比如天字游戏 里边当然用到了大语言模型 但同时也包含了搜索技术 而且这个应用在美国的顶级锦标赛中 已经击败了人类选手 如果你只是把天字游戏转成这种格式 然后让GPT填 它肯定填不了这么好 所以在大语言模型基础上 混合其他技术或模块 可以在专业任务上取得比单独使用语言模型更好的性能 第二点是模块化与单体化的问题 我们在计算机科学课程里学到的是 要把项目模块化 把问题分解成更小的碎片做到层次分明 只有这样在某个城出现问题时 你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并可以迅速定位到问题所在 而你在机器学习课程里学到的东西 就像一个香肠制造机 里边构造什么的全都不知道 就外边给你漏几个旋钮用来配置 其他所有设计都是不透明的 现在有了大语言模型 我们确实可以在外部微调 亦或进行所谓的提示工程 但始终欠缺计算机科学所需要的透明度 如果有可能将其模块化 是不是会更好 单在这里就举了个模块化的例子 NMN 也就是神经模块化网络 假设神经网络是一个大型 可编程电路 现在你有一个计算机视觉问题 问狗在哪 你用CNN来识别狗 用语法解析器来解析出where 配合LSTM得到沙发的答案 还可以根据不同问题 组成不同的回路 实现不同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叫code VQA 比如问马车在马的右边吗 系统会先用计算机视觉 识别出马的存在 并分别获取马和马车在二维平面的坐标 再通过自编程的手段来判断 最终得到准确答案 看到这里我猜很多观众会提多模态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GBT的多模态架构 以及运作方式 跟单举的这两个例子 完全是两码式 GBT的多模态能不能解决类似问题 根据年初OpenAI的技术演示 当然能 而且可能效果会非常好 但作为非确定性模型 它的泛化性和精度 究竟能够到达什么程度 还要等到明年真正开放使用后才能见分晓 第三点是安全与真相问题 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固然是缺陷 但哪怕能够正常输出 也有可能会造成危害 近一年来你可以看到 各类教育工作者的文章 关于多少多少学生用ChatGBT抄袭作弊 又有多少多少学校禁用ChatGBT 这里丹介绍了一个他们开发的系统 Ghostbuster 为他一段文本 他就能检测出是不是来自大语言模型 在实际表现上也比其他检测器 比如Detect的GBT和GBT Serial要好 这算是提供了一种解决 AI生成内容潜在滥用的工具 还有一点就是 大语言模型的优化目标 究竟应该如何设定 只需要让用户满意就可以吗 丹在这里举了个蛮有意思的思想实验 假如你让一个客服机器人 按照用户满意度进行强化学习训练 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会是明明不会退款 但他会告诉用户肯定给退款 又或者货明明明天都不会到 但他会告诉用户货今天下午就到 用户听了肯定会开心 但这些都不符合事实 可你按照用户的实质满意度来进行优化的话 结果就会导致模型做出偏离真相的行为 此外 当一个系统能够完成多个任务 我们一般会认为这是好事 但系统一旦遭到攻击 很可能意味着这个系统在全部任务上的表现都会被毒化 多任务模型潜在的脆弱性 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安全性问题 总的来说 丹认为大圆模型的出现意味着NLP旧时代的终结 但仍面临很多实际应用中的难题有待解决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方向 垂直问题转化为水平问题 模块与单体之间的协调问题 安全性和控制等问题 以上就是演讲的全部内容 最后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事实上 丹提到的这些大圆模型的问题 也是OpenAI在近段时间努力解决的问题 比如插件机制 代码解释器 安全方面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还可以说我们有这些事要做 这些是我们要在新时代解决的问题 可如果下一代或下两代GPT 用各种途径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我的看法是 尽量避开这些OpenAI正在解决 或快要解决的问题 去做一些大圆模型在本质上就难以取得突破的问题 比如我之前介绍过的杨立坤的一些思路 亦或去做一些OpenAI受商业利益考量不会去做的事情 比如模型的小型化和本地化 又或者可以在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结合方面做一些新的尝试 其实这几点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并正在努力的几个方向 那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